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先生 他现在六七年处疗了 你现在六七年处疗了 他精神上有点不太稳定 什么 他精神上有点疾病 六七年处疗了是吧 对 哎 什么有一点啊 很严重啊 脑神经啊 我告诉你啊脑部神经啊 严重很乱啊 明白了吗 有一个女的在他岛子里啊 是灵性啊 死掉的灵性啊 他有没有姐姐啊 死掉的有吗 你问问他妈妈 他妈妈打过台北有 打台北有他妈妈说他打过台北 我告诉你一个女的 可能是他的姐姐不知道他的妹妹 在他身上的 你的这个老公经常突然之间发脾气 对 脑子经常不开心 经常记忆里越来越差 嘴巴里也知言之语 对对对 好 都不要再看见你老公的毛病啊 我这儿怎么化解 怎么化解 你给他念小毛子 要至少念一千张 一千张 他其实自己平时也能念经 他念那个白眼睛 把白金都没有关注吗 所以有些话我就不能讲了 因为每个法门都有每个法门的好的地方 但是你叫他修台长的法门 台长就叫他我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 明白了吗 因为有些经自己没有能力念 自己念了之后可能会被人心缠住 明白吗 那当然了 你去救人 你如果救不了这个人 人家不定对你啊 举个简单的 这个人掉在水里 你说我来救你了 他不掉下去 他拉住你 你又不会游泳 你不被他拉下去了 那我能不能把他念小房子 我看你呢 明白了吗 你自己记住了 你看我告诉你啊 你过去呢 他脑子还没不好的时候呢 你也太凶了 明白了吗 现在有毛病了 你又对他太好了 明白了吗 就欠了还了 欠了还了 你告诉你啊 你老公啊 性格还是蛮温柔的 他跟我去 挺好的啊 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像个女人一样 你倒是像个男人 你整天追他 你再讲下去 把你所有都讲出来 你现在赶紧给他念小房子啊 而且还每天给他念心经 二十一遍 请关心不当 让关心不当保佑我先生某某某 能够 啊 好快的不得了 但是你不能停 你看到好一点了 你以为没事了 你停掉 我告诉你 严重神经历 真的 我不骗你 这个事情我救了这种人太多了 好吧 那他这个情况能够上了吗 现在不行 灵性总调 如果你现在孩子生出来 一定成全 他这个报应是双报应的 这个冤结没有还走 你生出来的孩子 更厉害 叫你和双加倍还 你现在先不要生 你几岁了 我已经很老了 是吧 问题是严重的 你怎么早点不先进去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了 赶快招紧时间把一件张念掉 好吧 念掉之后 我看他会明显好转 我就讲给你听 你只要念到一百张左右 他已经 你已经不认识他了 已经觉得跟过去不一样 嗯 好吧 看情况 越到五百张的时候 他明显好转 那你就失败 好啦